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蛇头亮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在2019年进行的国际拼联巡回赛总决赛难当四分之一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就是这位来自我国的许星 本场比赛和许星同场竞技的就是这位来自日本的张本志和 现在你才只有16岁的张本志和也是日本的天才选手 其实张本志和是一位日籍华裔选手 比赛开始后在第一局的时候许星还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动权 第一局许星以11比6很快就拿下了第一局 在第二局的时候张本志和也开始有了状态 第二局张本志和很快以10比8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不过很快被我国的许星战成了12比12 本场比赛最精彩的一球就是接下来许星和张本志和的相互扩散 经过激烈的对拼后张本志和最终败下正来 这一球也让张本志和有点绝望了 不过张本志和很快以15比13拿下了第二局 双方竹米魂战成1比1 第三局张本志和开始调整了战术将反手改成正手 结果这一招好像在许星面前并不顶用 许星很快以11比5拿下了第三局 双方竹米魂战成2比1 第四局张本志和打得非常凶 反而是许星在面对对手的强攻之下调整的稍微有点偏骂 张本志和以11比3轻松拿下第四局 双方竹米魂战成2比2 在第五局张本志和继续允许着自己非常强劲的势头 很快以11比9再下一层 双方竹米魂战成3比2 这也让许星取在非常不利的局面 如果想要战胜张本志和必须联赢两局 在第六局中 我国的许星和张本志和展开了凶猛的对攻 双方多次占平 好在许星有近无险以13比11拿下的第六局 双方竹米魂战成3比3 比赛进入最后的决胜局 开始许星以1比5落后 不过好在许星马上做出了调整 接下来双方多次占比比分 不过许星还是利用自己的牢道和气场压过的绿色 许星以13比11拿下了比赛 最终许星以准比分4比3逆转战胜了对手 赛后张本志和很失落 躺在了赛场上 本场比赛也是张本志和对许星的八连败 张本志和和我国众多高手都交过手 几乎是唯独在许星身上一胜难求 在感叹许星强悍的同时 也不得不鼓励一下张本志和 毕竟现在还年轻 未来的路还很长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查理咬之不轻的大大舌头两个